直辖市对于深圳可能只是个失明,尽管深圳市政府最近否认了深圳将成为直辖市的传言,在凭借深圳现在的实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直辖市,可能就缺一纸行政命令。 01最近,有传言称,深圳将成为直辖市,受此消息影响,中秋节前,深圳特区板块股票涨幅明显,9月21日,上涨185.92点,涨幅1.21%,9月25日,深圳市政府新闻办负责人指出,此传闻毫无事实根据,纯属个别网友的猜测,该负责人表示, 是,深圳将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为,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努力在新时代走在最前列,行政成勇当兼兵,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 这个回应里,隐藏着一个话外音,深圳其实早已不仅仅是广东的深圳了,他还属于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 所以,虽然深圳现在还不是真正的直辖市,行政级别和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相比,还超半级直辖市市政部级,深圳市委负物级。 但在很多人眼里,深圳已经是准直辖市了,另二从经济实力来看,深圳和现有的四个直辖市相比,已经不相上下,经济总量和北京、上海非常接近,已经超越了天津和重庆,以上是今年上半年,深圳和四个直辖市的经济表现。 从GDP总量来看,深圳排在北京和上海之后,和上海相比差4500多亿,和北京相比差3000多亿,但和另外两个直辖市相比,已经领先不少,比天津和重庆都多1000多亿,更值得关注的是GDP增速。 上半年深圳在五个城市中全面领先,而其他四个城市,只有上海的经济增速快于全国6.8%,重庆和天津连全国平均水平都达不到了。 所以,在经济实力方面,如果深圳继续保持现在的增速,赶上北京和上海是完全有可能的,而重庆和天津会被甩得更远。 这就是为什么每过一段时间就传出深圳有可能成为直辖市的本质原因,主要是深圳在经济方面已经有了成为直辖市的条件。 此外,深圳还具备了另外几条城为直辖市的必要条件,比如人口,区位优势以及和上海城市的关系等方面。 先说人口,一般来说,直辖市人口应该不少于200万人,而且是所在区域最大的城市,因为人口密度是第七经济发展的基础。 从上图可以看出,五个城市中,重庆的常住人口最多,2017年达到3075.16万人,上海和北京都突破了2000万,只有天津和深圳在2000万以下。 但从全国来看,这两个城市绝对是大城市,再来看区位优势,这方面一般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能对周边经济起到带动作用。 比如北京和天津为主的经济一体化,另一个是不能过于集中,上海周边也有很多经济强势,但成为直辖市的可能,性都很小。 主要是离上海太近,天津和北京是个例外,有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考量,上述两点,现在的深圳几乎完全符合,如果深圳成为直辖市,可以更好地带动贵州,东莞的经济发展。 另外,华南现在还没有直辖市,广州是省会城市,可能性不大,所以深圳的机会非常大,综上,不管是经济实力,人口还是区位优势,深圳都是当人不让的中国第五个直辖市。 唯独缺乏的就是土地面积,上途是五个城市土地面积,深圳和四个直辖市根本就没法比,即便和土地面积最小的上海相比,连其三分之一都不到,只有北京的百分之十二点一七,天津的百分之十六点七二,重庆的百分之二点四二。 所以,深圳要成为直辖市,最大的短板就是土地面积。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真能成为直辖市,土地其实都不是问题,北京和天津不就是因为直辖市,从何北分了很多土地吗? 零三其实,现在应该讨论的不是深圳能不能成为直辖市,而是国家想不想让它成为直辖市。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深圳成为直辖市已经具备绝大多数基础条件,就差一支行政命令。 但是,为什么国家不成深圳致美,让它成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并驾齐区,那中国第五大直辖市呢? 原因可能比你想象的复杂。 其一,经济实力、人口、土地面积和区位优势,是成为直辖市的必要条件。 但具备这些条件不是一,定能成为直辖市的。 从上述几个指标来看,天津和重庆都明显幸运深圳,但这两个城市是有其特殊性的。 先来说天津,天津在清朝就是中国的直辖市。 1928年,设天津测别市,同年,直立改称河北,省会人设天津。 1930年,设天津直辖市,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天津人为直辖市。 新中国成立时,天津人口比北京还多,当时处了天津外,只有上海的人口比北京多。 1958年,河北省会有保定再度迁往天津。 1967年,天津直辖。 另外,从经济实力来看,建国初期,天津和上海才是中国的经济强势。 现在很多南方城市都是在改革开放号崛起的,当时和天津根本没法比。 还有一点,这几年天津经济实力虽然落后了,但在整个北方能拿得出手也就天津和北京。 北京实在太特殊,如果北方非要有一个直辖市的话,也只能天津了。 再来说说重庆,建国初期,重庆就是中国十二个直辖市之一。 另外十一个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西安、广州、武汉、沈阳、安山、福顺、本西。 1954年,除了北京、天津、上海外的九个直辖市,全部降格为省辖市,重庆与四川省合并。 不过,后来国家又意识到,重庆的特殊地位了,1997年从四川分离出了,恢复了直辖市,原因很多。 一是原四川省面积太大,人口过多,管理不便。 二是建设三辖工程,涉及到大量搬迁安置问题,需要中央直接统筹性协调。 三是西部大开发的需要,通过中央直接管辖重庆,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所以,天津和重庆现在看经济实力不如深圳,但由于历史、军事等原因,成了中国的直辖市,现在要让其他城市替换,调也不太容易。 一,其二,深圳现在其实已经是准直辖市了,没有必要非要成为直辖市,很多城市想成为直辖市最关注的其实就两个方面。 一,行政级别上升来正部级官员比较关心,能直接和中央对接,有利于争取到更多的政策支持。 二,从中央的角度角,直辖市的财政直接上缴中央,不用像所属的生缴那。 从这两点来看,深圳已经可以做到,深圳虽是广东省辖市,但除了经济特区的头衔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计划单列市。 计划单列市是副省级建制,财政收入不需上缴所在省份,直接上缴中央财政。 人事方面,随着深圳在国内地位的上升,几十年来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人选基本上都有中央空降。 深圳虽不是直辖市,事实上已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人事管理体制,只是没有直辖市的头衔而已。 所以,不管从经济实力,还是成为直辖市的必要性看,直辖市对于深圳可能只是个市民,还不如老老实实搞经济。 毕竟这才是城市间竞争的应用指标。